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央红色交通线广东段专题考察 落实百千万工程助力乡村振兴 曾风宝主持召开市政企直通车工作会议 强调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扶持企业做大做强 我是在中三角与越东西北经贸合作招商会上 签下多个产业项目 助推今年招商引资工作实现良好开局 5月18号是国际博物馆日 记者走进博物馆看历史 我是原址原进改建博物馆 打造文化名片 让文保建筑活起来 观众朋友晚上好 今天是5月17号星期三 农历3月28 欢迎收看汕头新闻 请看详细报道 汕头是著名桥乡 因桥而立 因桥而兴 近年来 汕头深入贯车落实 习近平宋书记重要讲话 重要知识精神 全力推动小公园开部区 保育活化 取得新成效 焕发新风采 同时 创新传承弘扬 潮汕优秀传统文化 潮汕美食文化 打造连接海内外潮人的精神纽带 以文化人 以文聚乔 用心用情用力 书写新时代乔的文章 对老一辈华侨来说 小公园开部区 承载旧事记忆 和浓浓的乡愁 我是在小公园片区 保育活化过程中 始终坚持 修旧如旧 修新如旧 同时将华侨与文化 有机融合 深入挖掘 百年骑楼中的 华侨故事 银信合一的乔丕 是朝人先被下南洋 过番的重要历史见证 和缩影 在市乔丕文物馆 上万封乔丕 静静地讲述着 一个个华侨家庭的故事 和朝人先被艰苦的创业史 引起每一位参观者的共鸣 华侨寻亲团 研学团 世界华文作家的交流团 以及海外的各大媒体的接待 就是我们日常 开展工作的一个重点 通过展示和讲解 我们乔丕中的故事 让他们了解老一辈 乔包艰苦的奋斗史 感受他们的思乡情 领悟先辈们的这种家国情怀 增进乔包对中华文化的一种认同感 对祖国家乡的归属感 并且把这种根脉意识呢 代代传承下去 团结起来形成一股强大的相信力 促进华侨积极参与到家乡的建设当中来 实现我们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桥味十足的小公园 不仅吸引八方游客纷至踏来 更是众多华侨华人挥之不去的念想 澳大利亚朝级华人林瑞林 就在小公园投资开办咖啡馆和客栈 在传播华侨文化的同时 也续写华侨与桥乡新时代的故事 有一些新加坡的华侨 还有马来西亚华侨 泰国的华侨以及澳洲的华侨 他们都过来这边住 来这边体验 他们住了之后就感觉非常的不错 有家乡的味道 是一些我们家乡的味道 吸引到了更多的华侨回来 潮聚是中国飞移文化的瑰宝 也是连结海内外朝人的文化桥梁 和精神纽带 近年来 我是发挥小公园中山纪念亭 老妈公戏台 红亭戏台等特色文化地标作用 持续开展惠宁演出 同时联合国系等高等学府 培养潮剧青年人才 积极推动潮剧文化走出去 组织广东潮剧院艺术家优秀演员 与海外潮剧爱好者 开展传习交流演出活动 广东潮剧院 还与新加坡南华潮剧社 马来西亚冰城潮义馆等 合作建立四个海外潮剧传承中心 驾起海内外潮人的文化连心桥 我们差不多一年大大小小 包括这些团城的最少都有五十场 我们就去社区去学校 做工作坊 就鼓励更多人来看我们的潮剧 我们的潮剧就是我们华族文化的一个部分 我们潮剧的将军们 他们都很喜欢 下来我们还计划赴新加坡 泰国越南开展对外文化交流演出 积极探索 租建国际潮剧联盟 以戏联桥 会桥聚桥 激发广大桥包 爱国爱乡日情 特色美食同样是潮汕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小公园郑邦美食街是汕头美食与文化旅游深度融合的示范街区 引进的数十家特色餐饮品牌中 拥有老字号品牌的就有十多家 这些地道的家乡美食勾起众多潮级华侨舌上的记忆 不少老字号在保持传统味道的同时 还研发预制菜和手信等产品 让华侨华人在居住国就能品尝记忆中的家乡味道 结合了技术的创新 开发了技术牛肉王还有牛肉骨 这些潮汕首信 让我们海内外囚包可以带到外面去 吃到我们家乡的原汁原味的味道 有华侨会很就是希望能够把我们的自己 本地地道的潮汕菜的菜馆复制到国外 今年我们成立了一个潮汕菜产业发展促进会 我们协会会有专门培训这些厨艺厨师 跟他们互通互动 然后包括把食材怎么冷练怎么运输过去 接下来 我是将继续在传承弘扬潮汕优秀传统文化中 增创新优势 宁侨新吉侨智 聚侨资惠侨利 高水平筹办两大国际潮人盛会 高质量做好新时代乔的文章 5月15号到16号 省政协副主席徐瑞生率领政协考察团 立善开展 山乡新巨变 重走中央红色交通线广东段专题考察 并出席由省政协文石伟 汕头施政协联合主办 在潮汕铁路总务处车务处就职举行的活动 启动仪式 进一步推动中央红色交通线广东段的保护修复和活化利用工作 落实百县签证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 助力乡村振兴工作再上新台阶 市长曾峰宝 市政协主席邱以辉参加相关活动 15号下午举行活动启动仪式 省政协副主席许瑞生向考察团授旗 省政协文化和文石伟主任黄冰在致此中指出 汕头是红色交通线上的重要节点 也是广东段的起点 要从汕头出发 沿江北上 沿着革命先辈的足迹 深入挖掘这条隐秘战线上的红色历史 深刻感受红色交通线沿线 广大乡村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推进乡村振兴建设发生的新变化 取得的新成就 感悟山乡巨变 见证伟大时代 考察团成员表演了 自从选择了你 时送红军等红色曲目 引领全场合唱《我和我的祖国》 省政协向汕头市革命历史博物馆 赠送岭南的记忆 红色交通线的记忆等 极具史料价值的书籍 广东是中国近现代革命的策源地 拥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和厚重的红色文化 中央红色交通线汕头段 是其中宝贵的红色资源之一 近年来 我是高度重视红色历史文化资源的保护和利用 结合小公园开步区保育活化 对中央红色交通线汕头段的旧址进行保护修缠 讲好汕头红色革命故事 市政协多次通过重点提案督办 助推我市革命历史遗产的宣传保育活化工作 和红色文化资源的保护利用 传承弘扬红色精神 在闪期间 考察团先后来到中央红色交通线旧址汕头站陈列馆 西堤公园 朝阳区炼江海门湾桥闸 承海区东里镇张林谷港 承海区龙都镇南西村后沟村前美村 豪江区确实街道珠浦社区 滨海街道东龙社区 广澳街道东湖社区等地 重走红色交通线 重温红色历史 喜看乡村振兴 城乡巨变 砥礼初心使命 省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主任林峰 省政协文化和文史资料委员会主任黄斌 省政协副秘书长洪小龙 省政协文化和文史资料委员会副主任 省档案馆馆长陈华江 12届省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专职副主任 纪海军等参加考察 市政协副主席林一鸣 陈列峰参加有关活动 5月16号下午 市长曾峰宝主持召开市政汽直通车工作会议 深入贯车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在企业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与部分企业负责人进行一对一座谈交流 一起一策协调解决企业合理诉求 帮助企业排油解难 要求各相关部门加大帮扶力度 帮助企业做大做强 夯实我市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基础 会上曾峰宝分别与六家在市政企直通车上 反映意见诉求的企业负责人面对面进行互动交流 现场协调解决企业遇到的用电用气融资产业项目建设等问题 相关区政府和市有关部门负责人 也分别对企业提出的意见诉求一一做出回应 经协调处理 绝大部分的企业诉求现场就得到解决 个别需进一步协调的问题 以要求所在区和市相关部门加紧跟进解决 曾峰宝强调 支持企业发展 为企业创造良好营商环境 是各级党委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 各级各部门要高度重视服务企业发展 不断加强政企沟通 主动作为各司其职各尽其责 依法依规真心实意解决企业合理诉求 帮助企业降低各类要素成本 利促企业加大投资扩大生产 全力以赴助推企业发展壮大 要针对企业反映的共性问题 研究制定更多会起措施 形成长效机制 更好激励引导企业发展 曾峰宝表示 发展经济归根到底要靠企业 希望企业继续扎根扇头 抓住市委市政府 大力实施百亿企业千亿产业 倍增培育计划的契机 进一步加快技术创新 打造特色品牌 补齐补强产业链条 把企业做大 把产业做强 为我是坚持制造业当家 走好走实 工业力士产业强势之路 贡献力量 贺港市委常委 宣传部部长 统战部部长王阳 市领导彭聪恩参加会议 近日 省政府在广州举办 珠三角与越东西北 经贸合作招商会 我是澳飞娱乐玩具创意 英童产业项目 广耀王老吉 广东荔枝 汕头产业园等项目 在会上签约 市长曾风宝通过视频方式 向与会者推荐汕头 投资营商环境 今年来 我是瞄准珠三角 做好承接产业转移 这篇大文章 强化省市区三级联动 聚焦龙头招商 注点招商 乙商引商 主动走出去请进来 招商引资工作 开举良好 我是拥有便捷的交通网络和良好的港口资源 又是越东荔枝产业发展优势区域 签约项目 广耀王老吉 广东荔枝汕头产业园 落地朝南区景都镇 将布局两条荔枝灌装饮料加工生产线 预计一期产能700万标箱 年产值4.3亿元 我们选择将利小吉项目落地汕头 借助汕头市区位优势 资源优势 以及各种优惠投资政策 以利小吉带动利支精深加工产业发展 推动利支产业高质量发展 为乡村振兴贡献力量 目前项目一期厂房已完成基建 正进行设备入厂安装调试 预计今年8月份投产 自项目洽谈进驻 前期服务到手续办理 落地建设有关部门 都非常重视利小吉项目 在征召办理 行政审批 现场指导等多方面 给予大力支持 积极协调解决项目进程过程中 遇到的困难点及问题点 有力推动了项目的顺利进行 我们能亲身感受到汕头市的 营商环境在不断的提升及优化 今年来市投资促进局聚焦招商引资 主持主则 瞄准战略性新兴产业 围绕重点产业开展精准招商 强化政策赋能 通过建机制搭平台 优服务 引项目 促落地 主动对接招引 坚持招抢引大 招抢引优 同时充分发挥 汕头深圳协同创新交流中心的平台作用 协同各区线功能区和市值有关部门 在珠三角地区累计举办17场 专场招商推介活动 推动我是今年招商引资工作 实现良好开局 下来我们将牵头组建 我是对口招商专班 做好宣传推介和招商对接 全力招引珠三角转移的优质产业项目 建立健全重点产业项目 审批帮帮帮机制 实施全过程跟踪督导导 形成项目快落地 快建设 快投赏的新通道 5月18日是国际博物馆日 主题是博物馆可持续性与美好生活 博物馆是城市的公共文化设施和文化旅游景观 是一座城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近年来 我是在保持历史建筑原貌的基础上建设博物馆集群 打造汕头文化名片 活起来的文保建筑 让更多市民游客了解汕头 走进汕头的历史深处 这几年汕头小公园开布区的博物馆越来越受到游客的喜爱 在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 郑正秋蔡楚生博物馆就迎来了两万七千多的游客 这里曾经是一个丝绸商行 也是中国电影先驱蔡楚生曾经工作过的地方 在这里不仅可以了解中国两位电影先驱的生平事迹和伟大成就 还可以了解潮级电影乃至中国电影的发展历史 郑正秋蔡楚生电影博物馆是汕头在历史就职原址原禁改建博物馆的代表之一 其中小公园安平路46号原为集成发绸装就职 是市级文保单位 2019年开辟为中国进步电影先驱蔡楚生暨潮级电影名人史记馆 2021年又扩建升级增加展城面积和电影体验区 丰富展城内容和形式 开馆期间每天公益放映一部电影 让市民游客感受电影文化的魅力 集成发绸装的旧址 始建于20世纪初 那曾经也是汕头乃至整个越东地区规模较大的布料批发商行之一 也是蔡楚生先生年少时期来到汕头打工时候的一个所在店铺之一 那这个店铺呢后来就搬到了安平路46号 新中国成立前拍摄的1300多部电影中 难夫难妻 一江春水向东流 余光曲等最卖座的四部电影 皆出自郑正秋蔡楚生之首 其中《余光曲》是中国第一部在国际上获奖的影片 展馆每一处都凸显满满的电影元素 在展馆三楼 观众可以通过电子设备弹奏余光曲 唤醒电影旧时光 我们是研学团队带学生过来 然后我们其中有一个行程是安排在这里 大多数博物馆是在这一块的 交通比较便利 位于老市区招商一横向一号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革命遗址火焰社通信处就职 则是红色革命遗址精品路线上的一大亮点 也是汕头最年轻的博物馆 自2021年开放后 同样备受游客青睐 1923年 这里是火焰社通讯处的所在地 在这里 火焰社的成员们执笔为鉴 在潮汕乃至全国思想运动中 留下浓墨重态的一笔 100年前 这里是潮汕进度青年为梦想努力奋斗的地方 100年后的今天 这里也是目前全国仅存的火焰社旧址 火焰社旧址博物馆 以左连红色文化为主题 火焰文学社和火焰周刊为主线 展示潮汕青年文学作家 积极参与新文化运动 以及左连烈士逢坑成长历程 展现潮汕青年文学作家 为推动潮汕新思想新文化新文学 做出的贡献 同时延伸展示20世纪初汕头报业盛况 极具特色的建筑风格 以及曾经发生在这里的历史 吸引众多市民游客到此打卡 这栋建筑呢 它是一个仿巴洛克式的建筑 这里的前身呢 是往亲自民国期间 汕头地方检察厅 那么现在这栋建筑呢 依然保持着它在1911年 建成时候的样子 也能够让我们观众朋友呢 领略到汕头在那种新旧环境交替下的一个风产 5月15号至16号 筑建部城建司二级巡视员赵建荣带队 到我是大学路越东物资储备中心 金凤半岛4000亩围泵站 华侨试验区出海泵站等处 调研城市排水防漏工作 近年来 我是积极开展城市内漏治理和防汛救灾工作 逐步构建高标准的排水防漏体系 其中中心城区北岸67个积水点已有62个完成整治 其余点位也正抓紧整治中 调研组充分肯定汕头近年来 城市内漏治理以及各项防汛准备工作 指出要强化联动连条机制 补齐排漏设施短板 推进排漏项目建设 提高城市防汛抗灾能力 完善排漏应急机制 坐深坐细坐实 城市内漏治理工作 全面做好训前检查 确保安全度训 5月15号 市侨务局市侨联联合举行 领悟总书记侨情侨心 做侨务工作实干家学习交流会 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 深入学习领会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精神 深刻领悟总书记的侨情侨心 增强做好侨务工作的使命担当 市侨务局和市侨联干部表示 要统一思想 凝聚共识 明确目标 形成一股绳力量 锻造成为素质过硬 侨务铁军 要挖掘汕头美食 英歌舞等特色文化 打造本地侨务品牌 善于借助外力外脑 推动汕头侨务工作 出心出彩 要明确方向 把侨务工作 融入到全市发展大局当中 用心用情 做好新时代 侨的文章 推动汕头侨务工作 走在全国前列 接下来我们将更好的专注 做好新时代 联络联益工作 我们要以 邻聚侨星 侨励侨制 同源共享 中国梦为主题 发挥侨的独特优势 为新时代的侨务工作 高质量发展 贡献我们的力量 接下来 我们将牢牢把握 新时代侨务工作的 历史范围和重要使命 用心用情 谋划做好 为侨服务实践实事 真正当好海外侨包 和归侨卷的贴心人 成为侨务工作的实干家 近日 市发展和改革局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分别走进汕头 荣媒集团 民生热线直播间 就市民关注的 营商环境优化 越东成绩铁路建设 产品质量 商品价格 消费保障等热点 一一进行回应 节目中 市发改局 介绍我是持续推动 营商环境建设的决心 和取得的成效 汕头营商环境 评价质量 已连续两年 位居越东西北首位 三月中旬 市委政府又召开了 全市营商环境建设大会 目前各级各有关部门 按照市委政府的大会精神 深入走访调研重点企业 协调解决企业发展的难点 读点问题 实施各类远企 稳岗的举措 推出一件事主题 集成服务103件 还有实现了300多项事项是跨省通办 省内通办 上线秒批秒报事项有205项 那么也是位居全省第三位的 同时我们也多举措 营造公正透明的法制环境 和开放包容的人文环境 去年下半年全线铺开建设的 越东城际铁路备受市民关注 市发改局表示 将进一步发挥统筹协调作用 强化项目的跟踪问效 越东城际铁路一环一设限的项目 全长是141公里 汕头市境内是54公里 设了13个站 项目建设各项工作有序的推进 那么按照省的计划 该项目的建设总工期是4.5年 今年五一假期 全国旅游市场紧喷 作为全国热门旅游目的地的汕头 更是人期望火出圈 我是文旅餐饮住宿业等消费市场 十分活跃 市市场监管部门 加强价格执法检查 营造放心消费环境 节目中市市场监管局表示 接下来将持续加强明码标价工作 引导经营者诚信经营 维护良好旅游城市形象 加大了这个价格监管的力度 我们通过对一些重点区域 重点行业 加强这个价格监管 比如说我们对小公园 这个重点的区域 我们都组织了寻查检查 维护我们良好的这个 理由城市的这个形象 好观众朋友 这次的上头新闻节目 就播送完了 获取新闻资讯 请关注上头新闻视频号 公众号 感谢收看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